建议8加2 有没有问题 8加2 确定 请一下部长 刚部长请 后面早 现在建议改基金要去融资是不是 我们建议融资 现在有没有融到 现在我请这个 不是要说是300亿吗 是 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核定下来 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已经提出来 那我看你那边写的 这个地方有这个社会住宅政策 有什么健康路 青年公园旁 等等三重市 等等 还中和市秀峰段 等等 这个土地你们是要怎么样的处理 是出租吗 还是 这个出租是他们要卖还怎么样 我们这个提出来交给内政部 他们来规划 他们是租还是卖 原则上有好几种的处置方法 现在不一定 现在不一定 那现在的所有钱你们是交给谁 这个土地交给他处理 我们希望将来这个土地处分的资金 能够回馈到我们这个基金里面来 你换句话说 不管是租也好卖也好 钱都会回到建改基金 应该到我们建改基金 那如果自己比钱 租是比较少 是 租的钱给你们过吗 就是我们 这总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因为你要300亿嘛 是 我看你们写说103年前不要完成有可能吗 102年 有可能吗 一定要完成 那106年写到106年是什么意思 土地的这个常在到106年完成 就换句话说完全结束是106年了是不是 不是103年了 是 那你现在我看 新旧的老族眷村 都还有大概都有各有十几处 还在弄 我想这个社会住宅的政策 你看昨天那个昆州司令部 好在你们没写进来 写进来我们又痛骂你一顿 司令部你看看 旁边那个地堡 昨天法拍 法拍 一瓶就两百万元 你想想看 法拍是一般 算是 社会上比较便宜的 有时候减两次三次 或者说怎么样 他法拍 一瓶就两百万元 所以说这个社会住宅政策 你要选一个地点 有这个需要 但是要地点 地点也不能影响到地方的发展 这个地点选择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钱 配合内政部他们统一来规划 跟地方政府这样 你们这个叫有偿拨用的方式 平衡建改基金 这有偿拨用你们也不晓得 到底是怎么有偿法 你们也不知道 也不是你决定 现在就是没钱 是不是这样 是 但是就是这些土地 也要充分的运用 那我看叫你报告 这个东西 是等于是来跟立法委员 请求帮忙的感觉 在那边嚷唬 危险了 没钱了 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 行政院也很关心这个事情 因为我看这个 公布的这几处 大概都是出租而已 不太可能是卖吧 这个地区是蛮精华的 看内政部的规划 内政部也有可能让土地活化的做法 我再请教你 这个最近这个美日这个美韩联合演习 这危险性如何 有没有可能引发这个全面的朝鲜半岛大战 向委员做一个报告 这个自从美国跟韩国在黄海参与演习 国防部都有变成一个专业小组 全面在注视这个问题 我看这个维安解密 确实解密以后才发现到原来中共 不见得支持北韩 所以你看看依你的判断 你这军事大将军 这个演习是不是 北韩故意要拖中共下水 要他表态 任何的可能我们都不排除 我看这个危机解密的样子就是这样子 好像是中共将来南韩会统治 那他要把利益 劳工的利益 矿产的利益 给中国不要给美国势力进来 但是中共支持南韩统治北韩 金正日死后两三年会变盘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危机解密所有的 所现在已经公布出来的内容 我们都把它当做的情资 那这样好了 变成情报 没有危机解密前 你国防部有没有掌握这些消息或资讯 我们有掌握到部分的情报 我们讲一个大学生这么年轻 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弄过来 我希望你国防部如果有这种 对这个情报工作有那么好的话是不错的 那我想你们现在只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件 关系到我们台湾的有外交的有国防的有经济的各方面 那你有没有掌握到比较机密要跟国防有关的 这些资料我们有专人在收集 因为现在他已经在这个纽约时报公布了一部分 不是你不能在后面收集啊 你有没有赶快要请政府啊 去要求控管 这些资料啊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 有些并不见得是事实了 有些老实讲啊 讲跟没有讲一样 一样是 好比像对这个中国反对对台军售 什么黑鹰直升机反对 F16CD反对 那个讲跟没有讲一样 我们讲了几十年了 还有这个什么李光要说什么 这个用经济啊 用这个水龙头关掉 the table could be turned off 把水龙头关掉 这种啊 这种说法 说跟没说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老之后 民进党政府 老早就警告过 以商公正 以民逼关了 这是他的手段嘛 所以他来买都是买一些 这个房地产啊 股票各方面啊 来这边自产嘛 到时候他一说 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们现在国防部啊 我认为你们要做的就是说 在这些机密文件里面 有关系到我们国防的 你们有没有掌握 有有掌握 全部也都有掌握 有掌握 那有没有办法 会不会引发一个很大的风暴 这些资料都不是我们国内的情报泄密嘛 我们就是 反正说不是我们国防部告诉美国的 对 而且这些资料 而且这些资料是不是有那么机密 是不是事实都有在 好那你说像譬如说 他反对啊 出卖这个FCT16给我们 那这个美国有没有受到压力 这个他是公开的反对 不是内部嘛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什么财电潜见啊 什么FCT16啊 这是我们列为很重要的嘛 是 他讲了几个更进一步的 是 我们是不要再讲出来了 是 那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说美国 就是因为这样子有压力 是不是这样 有一些也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我们会会有一个审慎的处理 那你对这个军购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呃我们对军购一直都提出来有这个需求 有没有信心啊 当然有信心 有信心 是 你看我看他拨出来的那个原首啊 都很难看耶 呃这个到时候拨马云九不知道是拨什么 我倒要瞧瞧 还是他连上榜的拨的拨的拨的他都懒得拨耶 到时候我们可以 谢谢委员的指教 哈 谢谢委员的指教 所以我是认为啊 这个 这个啊 还有他也提到说我们 这个几件 有这个哈 要我们出卖那个直升机给土耳其等等耶 这都事实吗 这个我们自己 我想我 我是第一次听到了 这个这个 你自己国防部长不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要出售哈 这个什么 呃这个直升机啊 什么AHEW超级眼镜石的 没有没有这回事 完全没有这回事 没有 还是美国有要求我们不要 因为他阿发级直升机还没贴我们嘛 最后我不晓得这个事情 完全不知道 还是说 我不晓得 你在国会殿堂不能讲 我不晓得这个事情 那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 那位兄弟哈 他是我协长是不是 是新中协协长的 是 好像是哈 那你呢 你制度跑出来好像要表达耶 所以报告因为委员提到 攻击直升机跟陆军有关 所以我就必须要主动上台 怎么样 那刚刚有没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这回事 那那危机 就是弄错了 呃 不晓得危机 正不正确 但我们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规划 是的 有没有在我们这边提过吗 没有 还是陈吉没有到你这里 在陈锋 呃 我们不晓得有这件事情 陈锋应该是国防部长嘛 他都不知道 没有听说 确定不知道是不是啊 不知道 确实没有这回事 应该没有这回事 还是你骗我 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都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 换一下说我们的什么这个演技师绝对不会 不会 给土耳其 不会 判影响它的内政 不会 我们现在的防卫武器 这个自我防卫的力量都需要持续加强 不是 美国是不是有拜托我们 因为他们那个 查证你 将来 阿巴基 这次我卖你嘛 你先把现在的多余的给他们 我到国防部来以后 美国没有向我提出来这样的要求 完全没有吗 没有 好那我现在国防部 因为时间关系 往后几年了 我们在这个台海 还有这个黄海 东海 还有这太平洋 这边 可能是多事之秋 因为确实 我看中共这次也没有横挺北韩 没有横挺北韩 我想是不是北韩是因为这样子 有点 有点紧张 故意制造事端 甚至公布说我有核设施 你不要惹我 有这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军方的话 在这方面我们要掌握什么样的趋势呢 向委员报告 我们这段南北韩的事情 紧张提升以后 我们国防部对各作战区都提出了要求 要提高警觉 但是我们不提升战备 我也特别请这个参谋总长以及陆军司令 分别到金门跟马祖两个地区 指导他们的战备准备 让我们的外岛的居民能够稳定 而且一方面提高警觉 那这一次这个延平导炮击 我们不会马上就启动国安机制了吧 总统府已经在当天开过一个会 已经对外面做了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财经方面 还有民生物质方面都做了一个指导 事实上可能引发前面战争的可能性应该 照这样看应该不大 应该是有限 有限 因为美国 你看他拿出来这个海狼级 全球最大的卡特号 什么基米卡特都跑出来了 还有包括很多各种的新型武器 武器大官 所以我看这弄来弄去 美国是最大的受惠者 他的武器商也有展现了 武器的实验各方面 那他又进入东亚 那个是他们原来年度内的 就是一个演习 一直延到现在 是这样子 这样子 台湾的1500多颗的飞弹还没有撤除 经济控制台湾还没有 还继续在加强 军事的威胁还在加强 我们在国防政策上 武器政策 若可以买得到 要便宜 还是要支持 这个我们委员都会支持 谢谢委员 那希望你们 在进行的 那这执行力要高一点 是 这是我的 谢谢